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景安市場的家鄉魷魚羹 這是這間店的招牌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昨天來就是鋪空了店家 那網友推薦說他們的米粉湯很美味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他用餐區是在後面這邊 好,那這個是全部的菜單 好,用餐區就算是小小的 好,老闆娘說這個,家賴 那最新消息不露街 小菜先偷看一下 我的豬皮看起來不錯喔 好,那我要那個米粉湯大腸乾臉 這邊吃 那青菜有什麼青菜 今天大陸賣喔 乾臉我沒有,我有頭骨肉 好,頭骨肉 好不好 那你們 米粉湯大腸,頭骨肉 大的好了 大碗喔 那小碗那小碗 那我青菜不要好了 因為我比較喜歡地瓜葉 好,那你就米粉湯,頭骨肉,大腸 這樣子就好了 對,然後你們招牌應該是有一根吧 對啊 那來一碗有一根 有一根湯嗎 對 好,那你的220喔 220,好 隨便點又到200多了 哈哈 好 好,看到這個大陸妹很新鮮呢 決定還是給他來一份 讚啦 好,那總共就200多塊了 255喔 對 喔,好 青菜 青菜 青菜加上去 哈哈 哈哈 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 好,那總共255了 因為在家裡一份青菜 好,那今天早上又是豐盛的一餐 好,那今天早上又是豐盛的一餐 好,就從這個大腸開始吃吃看 我感覺這個大腸洗得蠻乾淨的喔 我洗得蠻乾淨的喔 但是蠻新鮮的 但是蠻新鮮的 好,感覺就是蠻新鮮的 好,大腸分數我覺得是90分 他如果有原來的脂肪多一點就好 多一點脂肪,少一點健康 我的背後就開始在墮露了 不要這樣,我只是開玩笑的 好,新鮮的大腸 油脂都洗得乾乾淨淨 好,不錯喔 菜市場美食 好,分數我覺得是85分 好,我的背後就是在賣豬肉的 超級新鮮啊 好,再來是個店家強力推薦的頭骨肉 那現在就吃吃看 哭拉肉 好,很新鮮喔 嗯 喔,很新鮮喔 這個很清甜 讚,而且沒有腥味 嗯 好吃喔 QQ的QQ的 好,這個頭骨肉很好吃 然後辣椒蠻辣的,要注意 他有個最辣的辣椒 我加了那個最辣的 嗯 好,新鮮的QQQ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喔 這個我覺得有95分 好 好,目前吃到最好吃的QQQ 還是萬華那一家 那個 露餅達啊 那個玉芳姐都說讚的那一家 好,但是這家在這邊也是相當不錯 嗯,好吃 喔,那個最辣辣椒很辣 還是不要加好了 喔,有點像魔鬼辣 其實不用這麼辣 微微的辣就能夠 秤收出食材的鮮甜 但是過辣可能就會 蓋掉他的鮮味 欸,別跑啊 好,那 如店名有魷魚羹 那嚐嚐看 應該魷魚羹是他們的強項 個人猜測 猜測 感覺好像還蠻不錯的喔 哎唷,好吃耶 好,因為這個 微微的甜 那就要加這個醋 酸一點 好,再一次 魷魚看起來蠻可口的喔 嗯 魷魚還算蠻好吃的 嚼起來有味道 不會是那種沒有味道的魷魚 好,湯頭就是那種很傳統的 好,個人覺得算蠻好吃的 不錯 不愧是這個 恰如店名的魷魚羹 好,裡面還有點白蘿蔔跟這個筍絲 傳統的美味,讚 嗯 我覺得這魷魚羹看起來很美啦 這樣的感覺好美好美 好,那我覺得是95分 傳統的美味 傳統 好,好吃 好,不錯喔 菜市場美式 加點烏醋跟胡椒粉之後味道更棒 好喝喔 好,確實不錯喔 好,再來就是米粉湯 它,米粉湯滿大碗喔 好,上面就是有這個韭菜跟油蔥 它分量都滿巨的喔 好,上面就是有韭菜跟油蔥 這應該算是外面的大碗 大碗公耶 冰王 哇~~算蠻佛心的 湯頭很清甜 好吃 跟昨天的一樣,它的湯頭也是很濃郁的 那連續兩餐的米粉湯,希望各位朋友喜歡 因為台中人會愛米粉湯的朋友 好不錯喔 喝起來又是全身都會暖的感覺 好吃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90分 稍微有一點點,跟昨天的狀況一樣 但是口味相當不錯 好,真的很棒 好喝 燙頭真的棒 好,再來是這個老闆在切的當下 我就決定馬上要來一份的這個 大陸妹 剛剛的菜看起來真的是超新鮮 超新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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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真的很讚 好,真的很讚 好,真的超讚 好,那這個是我吃過大陸妹裡面 目前吃過最好吃的一家 我覺得是滿分 雖然水分比較多一點 沒有瀝乾 但是這個 大陸妹真的超新鮮 另外一個別名叫福山蝸具 真的很棒 好,這個建議必點 如果看到現切的菜就給它吃了 好吃 清脆的感覺 咬下去的瞬間 那種感覺好像支撐在山廳中一樣 超級讚的 好,那真的 湯頭非常棒 然後店家都有戴手套 所以滿衛生的 燉超級大鍋的高湯 真的是很厲害 好,那個人猜吃它的湯一定會 非常的棒 喔,讚喔 好,直接喝高湯是很考驗湯頭的 好,真的很清甜 不錯 好喝 很濃郁 就等各位朋友來品嘗 讚 單純喝湯頭我覺得是滿分的 但米粉 放下去稍微會吸掉一點它的這個 鮮味 好,還是單喝湯讚喔 一點點米粉就好了 哈哈 我比較會喜歡喝湯 好吃 啊 讓我恍乎 口中滿滿的交響曲 各種鮮味 在口腔中跳躍著 真的很棒 每個味蕾都感受到這個高湯的鮮甜 好,因為商家本身就是酥肉商 所以會從源頭拿到豬肉跟內臟 這樣聲音也蠻好的 好,所以這個內臟類都非常的美味 讚 真的很讚喔,聲音也很好 台灣豬 台灣豬 Mankoru 真的很好吃 這個是在拔豬毛的動作是嗎 一般好像看到是用火燒 黑豬的要拔 黑豬的燒它就放在裡面 噢,所以不能用燒的 噢 細毛可以啦,就是粗的要拔 老闆辛苦了 不會 這個 店家都非常辛苦 讚 真的很讚 好,那這個美味的米粉湯 就等各位朋友來品嘗 好,熱騰騰騰騰騰騰 下次會吃吃看這邊的麵 好,那根感覺相當不錯啦 但是夏天可能會比較熱一點 那各位來就祝你們用餐愉快 掰掰